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我講人講事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口齒不太清楚 因為我去看牙 剝了一隻大牙,終於不是大牙 A君說最好在節目中說一說 A君和Sky 打聲招呼 A君,Sky,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8月16日,我們8月18日出現 A君叫我報價 我看了牙洗完牙 今天的總數是923元 裡面包括超音結牙 230元 燜了牙就250元 縫合就30元 有一個纖維蛋白移植術 用自己自體的血量,令牠餘合快一點 三個水,這是最貴的 X光片就70元張 麻藥就30元一枝 然後布洛芬 紫痛藥就個半 兩顆就30元 然後有一個就燒鹽藥 燒鹽藥就10元一盒 這個我現在只是 私人口看診所做 如果在政府裏做,就更加便宜 在公家醫院裡面 公家醫院裡面 內地 這麼便宜 服務是一流的 很多事都 很體貼進來 還有跟你說你要做些什麼 要多小心 那些事 都要教你的 A君 Sky 是不是羨慕? 你說想來弄牙 是 是 是呀,很棒呀 聽到了 A君說一下 Sky 好多謝大衛sir的意見 如果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大家都可以選擇一下 回去內地 弄一弄牙 因為香港弄牙實在太貴了 真是 很難負擔 如果安全又好 下次我都試一下 多謝大家的意見 A君怎麼看 我突然想起 阿sir 你可以搶jimimi飯碗 搶jimimi飯碗 都好的 OK 來吧 今天 A君才跟同事說完 大陸消費 然後就說 怎麽止是 平時唱下K 吃下飯 現在就已經發展到 有些朋友就好像阿sir 就花早上去弄牙 有些朋友 駕車的 就放下車在那邊弄 之前屈姐 有一篇文章說 在鄉島裏 弄個i-loan電話 然後i-loan電話 就說燒了底板 要在鄉島裏弄3K多東西 而且是沒有了裡面的照片等等 怎料在內地那裏 幾塊水搞定 還有一張照片都沒有 不見到 還有一件 A君 隨時就會去上面弄 阿sir 弄什麼 灰眼鏡 好啊 是啊 悔眼鏡 因為其實A君 的道數 都說這陣子 唐先生做節目做得多 開始要調整一下 變成舊那些眼鏡 我已經當作做運動的時候 看文書的時候都免得用 做運動的時候 算了 戴著褲子超的 跑步都是這樣 什麼特別的事 哎呀我聽到 哇 香港不知道多少分之幾的價錢 最重要是什麼 一個小時內就得老 真是搞到心動動 是剩餘的 全時線 做得過的 因為我有配過的 我有配過的 是OK的 全時線超薄 好像一千元不用 我上次聽我的好朋友 Kitty 這樣說 OK 那你自己想一下 那這一個是很便宜的 OK 有需要資料我就問問一下 因為好朋友來的 OK 好啦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搶JMIMI飯碗之後 就搶其他 什麼眼鏡港股飯碗 沒有 怎麼搶飯碗 喂大哥 真是 忙到得人害怕 真的有空死 不得人病 這次剝了牙 就放下心頭大石 因為整個好幾年了 其實 超過十年之前爆了 但是就補了 然後再爆多次 就是不剝不行 這次整個剝牙的過程 都是蠻複雜的 不是很簡單 就算了 現在還在 只是在滴血 在這裏 所以這時候都挺慘的 但是這時候都可以跟大家做節目 但是比較累一點 大家知道的 是不是 流那麼多血很辛苦 是不是 Sky 不是 說完了 不是 要補一下 要補一下 OK 慢慢補一下 Sky 提起流血 我們要說一說 三年前的今天 我們出街今天是8月18日 三年前的今天 都流了很多血 Sky 當然是多血 黎智英 是不是 那件事 是呀 帶著那些傢伙出來 集結完之後 叫所有人都出來 然後就跟著 又在 零零零零零 這樣 想不到 白白的判決 竟然被他們上訴得席 咦 上訴得席 沒有仔細看的判詞 A軍就說 幾合理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A軍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A軍就不敢說合理 應該說 判決就有他成立的一部分 當然 A軍看完之後 也有點不強 不過 既然他真的有話說得通 算了 最重要就是 還有一段 是上訴不了 這個A軍才覺得有一點點強 要不就反了桌 這件事就是 勵志營 李察人 還有 吳可宜等等 九條粉人 裁定了 組織及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的罪省 分別就是 判換刑 及即時入獄8到18個月 其中七個人 就定罪 以及已經罰了 法官 早前頒了一半字 批准 組織未經 批准集結的罪省 上訴 上訴得值 撤銷了定罪 和換刑 但是另外一部分 這個判 這案子判了兩樣 一個就是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另一個就是 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這個是定罪 和上訴 駁回 所以A軍看完之後 最初說 被他爭取 心裏面就覺得 撤銷 但是看到 原來下半 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是 被那幫人拚 也拚不到 立即 這樣 腳勢 腳勢 是的 法官亦都說得很有道理 因為他們七傢伙 出來蒲頭 就很難 證明到他們雖然走在前線 但是證明不到 他們是做一個 organizer 所以 第一個控罪 就變成 全有些異點 在 但是第二個 就沒得很爭 原來那幫傢伙 是想爭什麼呢 他們竟然說 哎呀 這個是 違憲的 他說 這個 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這個控罪 是違憲的 基本法 聽到之後 眼都凸了 是的 但是這次法官就說得很清楚了 就說 上訴本案是沒有 因為其實原來之前 警方就已經 是有這樣的 捉過人 也有法庭有類似的判決 那個判案也裁定 跟這個 基本法沒有槍底捉的 變成那幫傢伙 又再拿來 去challenge 再說一次為了要洗白自己的罪證 竟然明知道自己 整班人都是律師 都要死亡 這些案例 真是被他吹到哪一聲 當然 那幫傢伙 這個老鼠命 還在排大律師第一位 在這個名冊裡面 不是因為他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他早註冊 原來 大律師公會那邊 也不能夠說明 就是因為 有些案件正在上訴 所以就保留他的會員絕 這個A軍推測 也是合理地去估計 但是直到怎樣 直到這件案 如果真是抗逼特 不能上訴 搞不定 那就要大律師公會做事了 到時A軍更開心 所以我覺得 你帶我收播就是這個原因 交給大家 好 Sky有什麼看法 這點反而真是最開心 之前判他緩刑 我已經生氣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特別討厭老鼠命 因為這個人 亂講 投資 這幾個首要的人物 有些就走掉了 很難做到他 還要繼續放在大律師那邊賺錢 還放在他的名字賺錢 說這次 非常之好 所以 香港的市民不需要失望 其實是 領導大家 都很開心 因為 不用看到他的名字 可以再見 這些就是 他們惡患滿意的結果 這個是我的看法 開心的 交給大家 好 A軍有沒有要補充 最後補充就是 相關人事 不要打算洗白 到你死那天 你墓碑上面都在黑 你是一個罪犯 不過這件事判少了你 你背後怎樣教唆其他人出來的 我們個個都知道 交給阿Sir 好 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宗新聞 就是 移民回流 我們看到的時候 香港 似乎那群出去的人 回來了 這關 回來的數字 現在是回復疫情前的 750萬人 這個 一個 幾好啊 迷逃之犯 香港始終都是賺食和生活地方 你走了在外面 怎麼找到香港 這樣的一個環境 對不對 A軍 你說是不是 這件事 阿SirSir 我就有少少保留 說回這個狀況 2023年 即今年 年中 鄉島人口 750萬 交去年多 15萬人 增長率 2.1個巴士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回流潮 當然 有很多種不同的看法 比較正面的看法 就會覺得 是 迷逃之犯 香港回來了 亦都發現鄉島到最後 是最有吸引力的 這個A軍 都有另外的看法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鄉島的人口 開始叫做多一點 這個對鄉島的經濟也好 以致未來成继絕 即是A軍 都要承認 A軍都是 上個世紀出生的 一個中年男子 到過多若干年後 A軍都是一個 被政府 卡什華為 即是2046年 之前之後 一批65歲以上的人士 代表什麼 代表A軍 本身都是有機會 要享受 那些年輕人 即是現在的年輕人 承繼著鄉島 繼續做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A軍 沒有什麼人 被服務 A軍 所以 現在看到 多些人進來 都叫做OK OK Sky 怎麼看 說真的 如果那些犯罪人士 當然是回流不了 因為回來一定會被人罵 有一群人 這群人看來 都是被人誤導了 我覺得 以為真是 好像在他們口裡說的 真是很自由的空氣 說真的 現在英國的 情況真的很差 上個星期還發生了一場暴動 以我知道 都打到七彩的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去到 還有有些人 看到我都很慘 我看到他們經常說 又找不到工作 一兩年都找不到工作 本來香港在那裡中產 過到去 很低重的工作都找不到 當然了 你必須救他們搶 其實說真的 他們都是處理這些錢的 如果你們明白 都是一個 好事 不過要從頭回來 要起身 就真的有點難了 其實大家會留意一下 其實樓價雖然是有效 但是租金不斷地上升 即是有人覺得 有人回來 沒有錢買樓 但是一定要找地方住 就是租樓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市場裏面 那些租金的 升跌都會看到 是不是有什麼需求 證明有人需求 自然有人升價 變相比我們香港是好的 其實說真的 我們其實這次 多了人回來 我們吸引了很多 不同範疇的人 其實原來跟特首都有些關係 特首 每天都出去 做了很多不同的 跟大家去聯繫 介紹我們在特區 我們有什麼好的生活 或者他們可以有什麼好的投資 特區政府都搞了很大力支持 這個家族辦公室的發展 提供了最佳的生態 使得我們設立國家的辦公室 有理由相信 特區政府接下來 會吸引到200多間的家族辦公室 在香港設立總國 開展業務計劃 就會逐步實現 使得特區政府 本來就接觸了200多間 全球領先的公司 其中25間已經敲定 來香港發展 其實每投資都會超過170億 預計的創造業就是4000個單位 正好 就是配合大家回樓的時候 都有一份工給大家做 其實暫時 我知道經濟很多人都說 很不行 但是有些東西是需要時間的 接下來 希望 我們真的可以預期見到這個效果 都是好事 是嗎 家伯大Sir 這個絕對是好事 百分之百肯定 因為 人越多 剛才機君說 可以接受到服務 因為 香港沒有人 特區政府沒有錢 怎樣呢 60歲 65歲之後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 特區的退休計劃都不錯的 好像 年金制度 銀式債券 這兩方面我覺得 給香港人一個 退休之後的生活 有回到渣辣 可以在大灣區生活 就更加正了 大灣區當然是內地 內地有多便宜 大家知道配褲眼鏡便宜一點 當A軍開始年紀漸大 發覺自己是老花的時候 他還發覺到 你怎麼這麼大聲說出來 你現在還年輕 你現在還年輕 你還未有老花 我已經很客氣了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 其實這次 回流對香港絕對是一件好消息 不要讓西人說香港不行 搞那麼多事情 都沒有辦法 令到香港震興 香港其實 現在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建設回香港 國家都放了很多資源 我自己真的看到 有期望 亦都 會和大家 談談現在內地的整體發展情況 會怎樣 大家很多時候 周末的時候都會去 內地生活 還有去 會員行去去商店 去商店 甚至去去看看 我覺得是很棒的 這是很棒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好像很平靜 B.N.O. 這件事又有事發生 看到我真是呆了 Sky 心有戚戚 是呀 又發工了 我們剛剛才說人家很慘 你又說搞到5天了 最快申請5天就可以 預先批核給大家繼續去花費 有時覺得這些人都幾可恥 其實大家都見到的了 其實他們每天都哭到什麼樣子 但是你們就繼續 哇 還要 人家說回流 你就繼續引誘 5加1是很方便的 現在 推出一個優先處理簽證服務 但是記住一樣東西 又是賺錢的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優先 優先後又怎麼樣 又是給錢 但是特大批核呢 額外收費就要573鎊 就是5千多元 就是來來去去 我看到 原來他們是絕到盡的 就是看到有人走啊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為什麼叫他們絕他的錢呢 當然是繼續宣傳 5天就搞定了 沒有這麼繁複的了 但是你記住 去到收了你這些錢 他們說的而已 大家都看到了 甚至會有人跟他們說 哎呀 去了等船那裡住啊 他們說住在海上監獄 這些大家 其實如果你真是不清楚的 真是麻煩大家看清楚 不要給別人面倒 只有益了這些英國佬 繼續捉你的錢 到什麼時候就沒有啊 什麼都不給你 但你沒有益了的時候 那你怎麼樣 就是走啊 他們不會給什麼幫助你 最後當然是爛民的 就是你看穿了 其實他們是要你的錢的 他們不會要你的人的 我聽到很多人哭的 原來不是這樣的 他們很歧視我們 做什麼呢 他們都可以不理的 有投訴也不理 當然是不理啦 因為他們沒有當過你自己人的嘛 不要傻啦 他們從來都沒有 所以不要讓他們混蛋 其實我自己有些親戚都回來了 有人告訴我 他們是有些顏色的 大家也明白的 當時有些顏色的人 但是有親戚告訴我 他們都默默地回到香港 那我就覺得 都好的 讓你們清楚明白西方 根本就找你們逃離 不要再蠢了 香港人 那給A君怎麼看 這件事呢 A君就突然想起 這個也是另一個capsule方法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是capsule方法呢 因為他從來沒有說過 是降低這個5加1等等的門檻的 那就是換句話是什麼呢 那現在呢 我五天就批過來 不過呢 我批你過來之後呢 我沒有降低5加1的 那就是換句話是什麼呢 我做一個比喻 等同那些大學呢 那我就說 那我的分數呢 都依然是這麼多的啦 不過呢 你可以遞住表過來 不過我沒有說要收你的 不過我就收一下代表費 那樣 那樣 均你水而已 我都沒有答應收你 不過 代表的時候收多幾元 所以這是一個測度盡的方向 五千多元 測度盡的方向 而且這個測度盡的方向 都很不給面 或者是不是很知道國際的規矩 這個很明顯是侵犯我們的內政 你BNO那裡什麼時候有這樣收回來 去做你們公民的權力呀 中英聯合聲明哪一份有這樣寫過呀 中英聯合聲明呢 A軍我看過很多次的了 沒有一份這樣寫的 而你這樣去搞法呢 絕對是違反了所有國際上的規矩的 好了 A軍就想說回BNO和人回來的狀況 剛才Sky就從一個很實際的角度去說 有很多的黃人 去完外地很不如意 例如前陣子也有個姐姐在哭訴 又說很想學會去愛英國 但是怎麼都搞不定 就一連串數了很多 在英國住得很不開心的東西回來 那這幫人回來 A軍是怎麼看的呢 其實A軍也是不想他們回來 真的 如果是為了賺錢 而回來的話 他從來沒有想過 是怎樣去重新投入回鄉島這裡 或者感情上 是接受回鄉島 如果這幫感情上 沒有接受回鄉島的人 他賺完錢走 沒有所謂賺錢走也OK 但我最怕是回來 做很容易就被人煽動 成為了什麼 潛伏 潛伏之後賣料出去給那些西人 那些西人這麼說明了 就說要找多些人來香港做蝶蝶 來內地做蝶蝶 透過這個途徑 找些口服心不服 為了賺錢 所以回來鄉島 其實心裏面 還想著害鄉島和中央的人 這幫人這樣回來的時候 我們還打開中門 其實後患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他們可能心裏面很不穩 然後以為覺得是為了賺錢 才要這麼粗回來 身在曹營 心在不知哪裏 這樣覺得自己是這樣 於是呢 翌日如果有人吹雞的話 這樣又再來多一劑 可能更加猛烈的 甚至乎吸取上次經驗 我上次走去前面的 幸好沒有被人拍到照 其他那些手足就壞了 今次我轉做文職了 我還在那裡扮歸順 然後上到那些高位 就不斷給了 反正西人 都已經是一度在給錢我 我收兩邊糧 都不知道幾個人 我心裏面還在做 陷害著其他人 要搞一下鄉島 搞一下中央那些事情 我心裏面可能是這樣想的 所以A軍對這件事這樣回流 其實就不是太過欣喜的 因為A軍對這幫這樣離開的人 其實我是很有保留的 當然如果他是大切大誤 知道今時而作非的 沒問題 但是如果他含著一拋藥 怨氣回來的 其實這一幫人 隨時做一個很大的潛伏 對我們的後患可能更加大 A軍也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這幫人 真的純粹為了賺錢而回來 而不是心悅成福地回來 老實說 我寧願不要這幫人 因為他可以帶來後果更麻煩 阿Sir你怎麼看 回不回來 或者對香港 會不會有麻煩 大家看看我仿佛圖 所以就知道 有國家安全法 對吧 接下來還會有23條 所以我們應該有 防犯他們的意識 有時候我覺得很難不讓他們回來 這是真的 很難不讓 所以就盯緊他 沒辦法 其實如果他在外面受了這麼多教訓 都覺得香港 是給他們那裡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的Paradise 是更加好的話 我不覺得你們想回來 好 那你帶了小朋友回來 也叫做為小朋友 不要用小朋友做藉口 這件事是我很不滿意的 所以儘管大家看看 沒辦法這些東西 你來來往往人來人禍 香港是很自由的 但是不要煩惱 煩惱就是你 完全同意 A君又想看一看 其實回流 A君小時候 那個鄉島移民潮 鄉島移民潮 那幫人的回流 A君是很歡迎的 真的 除了那批很多 是A君小時候已經認識的朋友 然後去外國讀完幾年書回來 那些A君很歡迎 為什麼A君會歡迎 但是對這一幫BNO黃人 或者是舊身艇黃人 相對不太歡迎呢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 離去那批人 其實是 對著一個很大的緊急 因為那時候 中央發展成怎樣 大家還沒看到 而他們都知道 未必改變得到 壞的結果 架次出現的時候 所以 就 沒辦法了 走去外面 有些就說 原來 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壞 甚至乎 比想像中最好 還要好 那回來 A君認為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覺得很大風險 而他有能力去避險 然後就避險之後 發現原來那個風險並不存在 那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任何 背叛的狀況出現 但是這幫BNO黃人是怎樣 他不是避險 他是做個破壞 他們是強行地 要逼所有人走他那一套 而他那一套是在破壞整個社會 甚至乎 他們所說的那些什麼 民主自由啊 什麼鬼的那些 不是啊 你到最後 是在破壞一個主權國家 應該有的主權 而同時間 引入一些外國的勢力 令到那些外國勢力不費吹灰之力 這樣立了一個國家的權力 然後令到我們世世代代要聽外國 去清晨 就好像有什麼鬼啊 就好像他現在還在那裡說 哎呀我好事沒有嘔嘔啊 瘋的 那對著這些曾經背叛過自己國家 因為在外國找不到食 而回來的人 如果他沒有再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知道金是而作非 沒有一個主權概念 還是用回之前那套 哎呀自由民主真是好啊 不過我找不到食 我回來 我回來之後 我都要啊 第二天有能力的話 我都要把這個國家 變成我心目中想的那套 這樣就PK了 記住 你心目中想的那套 從來都是被欺騙你的 你只不過是A軍經常叫的例子 大有大壓 細有細壓 細壓那個就好像阮民安這些 是啊我是起你名了 你是欺騙人了 你是欺騙黃人錢 這些是細壓 欺騙錢是細壓 大壓是什麼呢 就是創造一個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假象出來 然後告訴你 那你現在那套啊 獨裁啊 學我那套啦 然後就是立了你整個國家的主權去 然後令到整個民族 整個國家世世為狼 十足受烏噹噹那樣 如果你還是保持著這種心態 哎呀我沒有啊 我還是孫中山啊 不過我現在找不到食 我回去做 我潛伏做孫中山 孫中山推翻那個 是一個千瘡百孔 維持不了主權 維持不了國民應該有的權利 的一個國家 權利是海外的權利 就是被人欺負到上門 覺得清楚一點 但是我們這個國家 是維持到我們的權益 維持到我們國家的主權的 你現在這麼粗去動這個國家 是違反所有在這個國家人的利益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回到來 老實說 含著一拋怨氣回來 你不要回 明白的 OK 明白的 我們現在談談段崇智 好嗎 因為段崇智這件事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女人 回來為禍香港 完全是可以拉上 這件事 就有一個叫做 是亞洲的 豉油 在撐段崇智 我們現在是文革式批鬥 怎麼會是文革式批鬥呢 你沒有問題 怕什麼被人查 老美那些才是批鬥 大家看回一下 突離譜 突離譜多慘 如果他做總統 都不能上訴 這件事 太嚴重了 他又說什麼建制派 連串動作 劍指 劍指中大校長 說什麼 以文革套路去批鬥知識分子 所謂 這樣說法就不對了 其實 我們是希望撥亂反正 還有一些黑暴的事情 你要解釋清楚 到現在這一刻都未解釋清楚 覺得很有問題 是不是 Sky 當然是 不過這件事 說真的 既然ICAC要接手調查 不會就這樣輕輕放過 很多人 有些人都覺得 都沒有抓人 你調查衰事 守證都需要時間 但是你記住 他走不掉的 如果他真的有犯罪 為什麼走不掉 其實我表面看 表面證供是成立的 說真的 因為你是作為校長 你的管理層 亂到這樣 連一些事情 你老婆在做都沒有人知道 你想想 究竟裡面有多少藏污蠟的東西 你看看亂象 其實他已經難時其咎了 他已經是管理失當的 所以表面證供已經成立了 他沒得做是肯定的 不過看看 我們除了想他沒得做之外 我很希望抓到他犯罪的證據 你老婆為什麼會說你涉嫌磨用公款 因為你長期不在香港 但是糧照出 那誰批的 這些錢還不是內用 你都沒有上班又有錢收 所以大家觀眾 不要這麼快來 沒事 現在他們肯定很害怕 很緊要很簡單 他們身有什麼 我們沒事 我們就看電影 但是呢 這次呢 都多謝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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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豉油阿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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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出來 這樣就給你多一條罪 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 本來呢 我們沒有想到這件事 或者是有想到的 但是沒有證據 越多外國人聲援這傢伙 證明是什麼 正如就好像黎智 一樣 這麼多人聲援他 但是其實就是害他 你說被人害怕 你沒有勾結 為什麼他無端端要聲援你 這麼遠不斷幫你拖 我們都沒有抓他 天都沒看到他 你馬上開口說 就不是一堆人 我們覺得你一定是同火 這次好 好做事 有人發聲 就是這個機會 對不對 不是普通事 所以之前我們懷疑 沒錯的 我曾經懷疑他們 那些蝴蝶 但是現在我們合理懷疑 成分會非常之高 A君你認為是嗎 這次那篇文章 就說用文革套路 批鬥知識分子 我看完之後 嘔一嘔去到 現在全部所有事情 是說由這個 孝董會 自己出聲 是孝董會主席 成篇文 沒有提過孝董會主席 說自己被嫁控 至於這個年紀那裏 去查他的 喂 年紀那裏查他天公地道 哪一個牽涉到這個 這個貪的活動 當然要查 還有中間那些嫌疑 喂 也都沒有提過 那這個是文革套路呢 A君也看過有不少文革那些東西 我又沒有看到這些文革套路 更加不知道為什麼 會將這件事 generalize 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讀過書的人 都可以犯法的嘛 那現在 動一些涉嫌犯法的人 或者不依情罪的人 甚至乎 胡亂在校董會做事的人 搞到連主席被嫁控的 喂 雖然他讀過書 但是你不會generalize 知識分子 他本身也是一個搞亂這件事的人 為什麼一次過說 他是知識分子 用文革 跟著就說 批鬥知識分子 想牽起什麼 不過這樣 我看完整篇文的套路 我就看不到 任何是所謂文革套路 批鬥知識分子 我就看到 是麥卡錫套路 去批鬥一些 不支持老美主流的思想的人 不過那些徐波族流 麥卡錫主義的人 就最喜歡寫這樣一劈的文字 交回給阿Sir 是呀 那些蛇報 完全是 而且我們看到段崇智有很多事情都解釋不到 最重要的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說 今次有些媒體在說 張宇人的方案 通過之後 可能會有空窗期望 有一些所謂的中大校 又擔心 段崇智 或者被人逼供 A軍這件事 我看上來 我覺得很奇怪 喂 我們沒有說要逼他供 還有他當初 就不是跟足過程序 提早說要跟他續約 梁奶鵬去哪 這個是要負責任的 還有一個情況 我們是要很了解的 就是今次校董會成員的改變 其實是必須的 因為似乎我們看到段崇智 是當中大是化外之地 有很多事情就不跟足程序去做 那如果要啟動 罷免校長的程序 我就覺得剛剛好 你這些不罷免 哪有行啊 喂大哥 因為你看到現在 整個中大真的很混亂 還有很多事情不清楚 包括之前的校徽事件 2019的事件 這件事怎麼計算 接著的時候 就有他太太的問題 當然有人傳說 原來沈祖堯之前已經批准了 但是沈祖堯之前批准的時候 究竟現在查誰呢 那我就不知道 這些情況 我覺得就要大家著緊一點 去看看 他就說 在2017年的時候 沈祖堯 就用他的資源 設置這個Center 在段崇智做校長之前 就已經搞了 但是的時候 你有沒有離身 這個如果沒有離身 我覺得挺有問題的 你說有關用了 這個中大校長備用基金 究竟是怎樣用呢 中間的監督情況又是怎樣呢 沈祖堯校長 會不會燒了你的答案 那時候你就小心一點 還有這次我覺得 很多行動是剛剛好的 這個擔心他擔心 那些黃人擔心 所謂的空窗期 我覺得完全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呢 因為 我相信如果在空窗期這個時候 將他罷免了下台的話 我想大家都很開心 是不是 Sky 當然開心 搞了這麼久 當然開心 搞了這麼久 說真的 這間中文大學 真是爛到頭了 所以 真是不拿起它 剷底那層東西 是不會變好的 現在大家都看到 不止是今屆的 在上屆下來 原來一早 原來一早好像有些 我認為有些部署 說真的 如果是光明正大學 偷偷摸摸 我發覺整天都做了 偷偷摸摸 什麼都自己決定 自己玩了 不想讓人知道 大佬離身你都不講 絕對要大佬你入職 你都要講 可能我們全部人都不知道 連校董有些都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是法外之地 是大鬼了 還是 還有 傳召又不來 哪有人這麼大支 所以說這個人 絕對有很大的嫌疑 所以現在 大家去查 其實我也覺得 應該查梁乃鵬的 還有 上屆不知道誰 又被他提早讀約 還不知道 我突然想到 特首就知不知道 上屆那個 我這樣想 難免讓我想 因為 無緣無故在交接前 在我們李家超特首上 上線 那幾天才做的 這些事情 這麼鬼鬼祟 平時我們特首 上屆那個沒有那麼勤力 誰做那麼多 但我發覺不是 最後階段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大家看到 做很多事情 就是 善我們的事情 現在我覺得 如果大家 相信如果查完它 大家都更加開心 正常香港人 應該 因為沒有辦法 讓我們聯想到 雖然我們聯想 我們這樣聯想 但我相信 警方 或者埃西斯 不是聯想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拒絕 這樣查出來 加上你之前 那份名單 舒特拉提名單 我想說 一定會拒絕的名單 你們全都拋出來了 有名有聲 所以你們都不拒絕 是你自己現營的 所以就說有時心急吃不到熱鬥褲 因為就讓它變成形狀 還起到 剛剛好 原來另外這一檔事 兩夫妻一起搞一堆 看你們兩個絲絲瘦瘦都很有關係 如果查上架效果都好 那就真是可以叫做一套查證 沒理由是沒有東西會變成這樣 這是我的看法 大家很高興嗎 如果是這樣 大家想 李軍 就是蟑螂有一套綱 當然要啦 絕對要啦 我們見到這個時尤電台的時候 就說什麼 忍用茶石我 各位所謂的桑譜又不關回香港 劉瑞兆等等 這些說法 大家看到是很大的問題 說話不符合邏輯 一直說批鬥 不合理 但是什麼叫合理呢 西方對我們中國的科學家 去到那裏不斷去查 查完之後就說沒有東西 跟著的時候就說你出去 不然就不給你回中國 甚至無辜地 就連命都不見了 這些是不是叫做好好的 如果是的話就恭喜你們 你們做一下 那些人可能你就會好一點 所以的時候一段重置這件事 我們是以理性分析 希望出來解釋 但是你看到現在 他有沒有出來解釋任何一件事 龜叔也是很重要 你說是不是要處理 大家同意的家一啦 李君交給你 對了 剛才阿sir提出 有班人說如果這樣通過改作效董的方案 就會擔心在空窗旗做事 我立刻想起高鐵套路 為什麼高鐵正確是反高鐵套路 當日班人提出反高鐵的時候 還用很多狗不搭白的理由 就說中間有條線在 如果是中間那條線 有條人被人分屍 上一段就在鄉島 下一段就在內地 那怎麼辦呢 問狗不搭白白痴問題 好了 到今時今日的 又是人人各個都搭高鐵 我A剛才想說什麼呢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 狗不搭白什麼空窗旗問題 其實跟著從來沒有說到 一個的效董重組的重要性 各持這些論點的人 有沒有跟我正視過 現在效董會是怎樣爛頭髮 要不要我又再說一次 你們怎樣過效輝事件 是怎樣草率發 要不要我再說一次 你們的秘書長竟然可以駕空了主席 要不要我再說一次 你們這一家的做法 是全香港唯一一家大學 用這樣的比例去做一個校董會 麻煩你正視一下問題 不要用狗不搭白的假設製造恐怖片 然後就說原來這件事這麼恐怖的 我們什麼都不做了 你這一招退了 高鐵單人各個看得清楚 還有一單高鐵有很多黃人還沒坐過 24小時通關有沒有試過 24小時通關那些人就傳說 哎呀有很多偷渡者 現在大把人不就是這樣過關 所以你們用一招製造恐怖片 然後叫人什麼都不做事 這招不成功了 死蠢 沒錯沒錯 完全同意起君所說的 那Sky 有沒有東西要補充一下 差不多了 其實都很想說的 其實我看到有幫黃友都經常回到內地招徽 這些就是口裡說得真體卻肯誠實 講一套做一套 正確是西人的套路 所以我們香港市民是正常市民 是順利回的 根本平期都是這樣的 廢話一對 你們不要回去消費 不要幫襯淘寶 我不信了 交給大家 好這關總結一下 交給你 我想說這些無借追生物 之所以路有Bucks 因為本身就是一粒Bucks 哈哈哈哈哈哈 沒辦法 容易被人利用 自己想不清楚 什麼才是正確 什麼才是錯誤 他們應該去思考和觀察一下 究竟現在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你以為這樣領尾會有好處嗎 跟你說 一點好處都沒有 人家只會拋棄你 A君加給你 加多一句很像的 這把真是容易受困的人品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好句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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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句 謝謝大家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還有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拜拜 阿君 拜拜Sky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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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